给柬埔寨秀运河中国人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啥啥都好就是太短了 只有区区180公里 基建狂魔速通湄公河副本 15天就狂挖10公里 1万多名土木老哥同屏在线 2000多台泥头车卖着6000不认的步伐 再一个不用担心国防光缆 没限高不限重 不用雾炮不用喷零不用盖网 不用交警打申请 不用二级响应停工 不怕挖到列祖列宗的梦中情地 打到了这辈子最富裕的一仗 更关键的是 全额无拖欠土方车线节 大家好我是原在 这种一直挖一直爽 不断刺激人体分泌多巴胺和身上线的剧情 我都怕沙青回国后 大哥们出现严重的阶段反应 换听又换事 夜里挑灯抚摸百吨王 梦回吹角联营的活动版房 为什么推进速度这么快 因为要避免夜长梦多 以最快的速度将运河主体打通 虽然官方给出的参考时间是4年 但按照目前的进展 180公里也仅需要不到一年时间 要知道这不是一条简单的运河 而是一个必将重塑国际地缘政治的大型跨国项目 什么叫重塑地缘政治 通过直接改变地缘地貌 获得物理意义上的政治主动权 因此想搞破坏的人和势力很多 美国 越南 菲律宾 日本 还有柬埔寨国内的一小撮反对势力 所以必须抢擎天抓阴天 牛毛细雨当好天 暴雨钻控干 梅雨拼命干 以最快的速度给做成既定事实 一年时间完成河道主体 然后在中规中继 配套的船闸桥梁和码头 在剩余的时间逐步补齐 在这次中国帮柬埔寨修运河的过程中 有一个小细节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但没有往深入去了解 那就是安南节度时间 曹韵总督汪大人 亲自下场带获柬埔寨腰果 至少两度在媒体镜头前 高调说Cambodian腰果好吃 还晒出逛金边超市的画面 亲自品尝 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就知道 越南这回算是彻底玩大了 腰果就是最清晰的信号 柬埔寨和越南都是腰果大国 特别是柬埔寨 2024年它已经是全球 第二大腰果产地 品质极佳 但对于一个全国 只有一条高速公路 没有出海口 腰果加工欠发达的小国来说 没有办法 只能将大量未经加工的腰果 作为原材料 先出口到越南 然后被冠以越南制造的名头 卖到全球市场 附加值全被越南人赚走 在中国甚至一度 有90%以上的腰果 都是从越南进口 这下你明白 大使带货的杀伤力了吧 这个高端广告的效应 不是你花钱就能买得到的 汉史严选自古以来 在中国吃货界的地位 可是堪比米其林认证的存在 影响力有多大呢 这么说吧 上次给大家科普讲 福南运河的时候 我顺手挂上了 柬埔寨企业店的腰果小黄车 没想到仅隔了一天 他们就联系到了我 说腰果被卖光了 新货要一周后才能到 这条视频下方 如果有小黄车 就说明货到了 如果没看到 可以点头像进橱窗看看 我会及时给大家补上 17亿美元 100亿人民币 不可能全部都靠收购路费 来获得投资回报 这也不是中国原建柬埔寨的初心 受人以余不如受人以余 运河给柬埔寨带来的 也绝不仅仅是 多了一条水路和出海口 这么简单 沿岸码头上开发产业区 增强产地的农产品精加工能力 收购大米 腰果 咖啡 榴莲等作物综合经营 还可以振兴甲矿 锂矿 铁矿 等精矿 工业品出口 进一步带动该国的经济发展 上一个被中国官方带货的国家 转变有多大呢 阿富汗已经在央视 彻底丧失了新闻价值 可这对一个偏远贫穷的小国来说 就是最好的归宿 没有消息 就是好消息 帝国坟场的老铁 自打把美帝送走后 先是穿着黄马甲 全民上街 创文创位 然后用山里的梨矿和铜矿 做抵押 在新闻社O不对 在亚投行带了一笔钱 从中国进口生产线搞光服 招标中铁十四局和中国路桥集团 建隧道修工路 老乡看着石峰 打造一寸一品 成功让阿富汗松子 成为了中国人尽皆知的中东土特产 中国也实现了曲线禁毒 2023年 据联合国统计 阿富汗鸦片种植面积 狂降95% 新华社最近一篇 关于阿富汗的报道 18月22日 阿富汗青年在世界文化遗产 莫高窟内交流 学习经验以保护和复原 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 苍岭时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 世界群魔乱舞 老中缝缝补补